欢迎订阅观看 现在北市科的案子 已经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展 已经牵制到台北市的公务员 他真的敢虚伪造假吗 真的敢伪造整个会议记录 甚至你为了独厚星光 你做了所有不能犯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一开始是 大家指引T16 17 18 这个在北市科的土地 为什么只有星光一家来招标 而且你把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 当时就解释说 不是星光的建议啊 当时他们也去访问了元大 元大跟星光的看法是一样的 希望这个表现太大了 我希望一拆为三 拆了这个东西之后 元大就跳出来了 元大马上发了一个声明告 他说元大人寿从来没有就该案 跟科贤市长或者台北市政府 有任何的一个接触 他说没有 表示说你们之间的会议记录 你们谈的内容 跟我元大人寿没有关 那如果跟元大人寿没有关 那这个会议记录哪来的 元大的这些意见 又从何而来 这中间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 好 这个时刻 黄珊珊跳出来了 陈志涵也跳出来了 黄珊珊讲元大来参加 都有名有姓 都可以查证 会议记录都有公务员处理 公务员谁敢造假 陈志涵也说 也挂不过情 说他在台北市政府里面 所有公务员都战战兢兢 不可能有虚伪造假的事情 话说到这里面 就指责说元大 元大人寿 你说话 元大这个时候就出大绝招了 当天来参加的两个人 一个林立人 一个王伯腾 他们两个人说 声明人 林立人跟王伯腾 的确在109年12月16号 印台北市政府产业 发展局的邀请在4点左右 抵达市政府大楼讨论 内湖数位园区的创新BOT案 可是他说 我谈的是内湖的案子 我的确有签到 但是我没有留意表头 他说 我这个声明 我只有讨论内湖 我根本没有涉及 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T16 17 18 地上权的标案 难道台北市政府 真的敢作假吗 真的敢去 框元大人寿来开会 开会以后 给他一个假的会议记录 假的会议记录 不只是我要做足所有的资料 来为星光人寿来护航吗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地步的话 那柯前市政府 一定要有人 人头落地 好 在这一段里面 台北市议员苗布亚 也参与我们的讨论 布亚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好 宇雪 这个太离谱了 我真的觉得 今天你一直在讲说 元大人寿有来开会 时间 人力 都有 指责元大人寿 你在说谎 结果元大人寿出大绝招 说我的确有去开会 可是我的开会的题目 开会的内容 我跟这个所谓的 士林科技园区 完全没有关系 结果你们居然敢炮制 后来我们找到 林副秘书长 这个备忘录更妙的 两点开会 中间有一大堆的记录 都是元大的记录 两点半就开完了 两点开会 两点半开完 元大有时间 把这么多的建议 给说出来吗 宝兰哥现在元大呢 就是柯文哲最爱讲的一句话 叫做义无反顾拼一次 义无反顾拼一次 你们跟柯文哲拼下去啊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刚刚先介绍说 包括陈志涵 包括黄珊珊在元大发表 第一次声明的时候 他们竟然说指控什么 说没有哦 你元大乱讲哦 你元大不会哦 因为元大说了什么 元大这时候讲说 没有我从来没有跟柯文哲 柯师傅讨论过在所谓软桥段 也就是北四科 十六十七十八案子吧 结果这时候黄珊珊讲说什么 说有啊 我跟你讲我们公务员的 不会造假啦 大家都是有评有据的 而且有会议记录 好既然你话讲到这个份上 元大直接来跟你声明 今天他寄出的最新声明 他讲说什么 本人林立人以及王柏腾 各位这两位就是在整个会议记录 签到单上面 所写的那两位 有我们在109年12月16号 也就是会议记录当天 来各位 关键一出现了 下午四点的时候抵达市政府大楼 好像不对哦 为什么 因为你仔细看看 在这边林副秘书长的会议记录 他是写几点 两点 他写两点 奇怪 我四点才搞 你跟我说我两点就开会啊 有这个可能 来再来他说什么 而且讨论的案子叫做 内湖数位内容创新中心BOT案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本案是什么 北投区软桥 到晚88 9193 第1号案 保陆哥请问一下 这两个里面只有一个真相 一定有一个人说谎 对 所以你看 继续看嘛 对不上 来 有人大好解释 说那为什么会有我的签名在里面 他说因为我有签到啊 但我们通常去到签到 保陆哥第一时间会干嘛 就是去 叫我签 我就签菜签 上空下山我没看嘛 搞不好他说 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他要我签什么 而且这句话才最关键 事后没有收到任何会议记录 没有会议记录 理论上保陆哥有开会的话 会不收到会议记录 这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嘛 就是会议记录写的 根本不是我开的会 只有这种状况不能寄给你 所以你看 他说我们在那边严重的声明 内湖中心数位内容创新中心BOT案 这才是我们开的会 好 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个 再来看到他整个会议记录备忘录 你会发现真的漏洞百足 为什么 因为他显写 下午2点的时候开会 就已经都没有 原大人寿说 我是下午4点去的 对 好 各位这是1点1嘛 那我们来看它更奇怪一点 来来来来 散会的时间 下午2点半 2点半 来我们来意义的念哦 原大人寿在半个小时之内 还要暖坐 还要坐下来 还要寒暄 然后他还要讨论什么 哎呀 本案系先前规划 附有政策的目的 就是设定地上权标上案 为一般地上权寄收呢 金额投资高达 281到290亿 对我们来讲 负担实在太大 会影响投资意愿 所以他要先把这项讲完就说 哎呀你们这样量体太大了 应该要一分为三 然后呢 而且这个金额 一般人没办法花300亿 然后再来还要聊到什么 我跟你讲这个基地 连外交通欠家 而且基地平均很大 区化比较慢 所以包括租金的报酬率 应该要往下修 应该要分开招标 保理给我请问一下 这些内容 这么复杂的内容 半个小时聊得完吗 聊不完啊 这乱扯嘛 简单讲 你若有开过任何会议 第一个你要坐下来 你可以两点准时开会嘛 我有很大的怀疑 好你就在大家都非常准时 两点就坐下来开会 主持人要不要先讲一下话 要不要先介绍 现在出席有哪些人 你要先寒暄 你要先介绍 主持人要讲话 主持人要讲话了以后 大家在轮流讲话 半个小时 全部集合 通常半个小时的会议 就是内部会议 大家走流程 没有人这种跟外部厂商 然后讨论 只半个小时 亲戚赛赛的砍料掉 而且保留刚才讲一个重点 主持人林玉宏 好我们就来看主持人 主持人最怪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当天的签到簿 元大声称说 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名字 所以当时我们就 他这个名字 但各位 有一个人很聪明 有一个人没签名 你知道是谁吗 会议主持人台北市 林副秘书长林玉宏 有这种事情 我开会 主持人不用签名 然后底下人签得哒哩啪啪的 怪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非常怪事 导 언, Miss tell you 签到部 签到部居然有主持人 然后其他全部都元大 然后就没有了 台北市政府的人 其他的人 你其他人就算没有来 你也该有吧 全部都没有 这个看起来 专门为元大设的去 对嘛 怎么可能一个访谈 然后只有一个副秘书长去 然后也没有其他人随行 然后元大还真的傻傻的 派了四个名单 然后里面有三个人有签名 不是你至少要有一些 台北市政府的人吧 台北市总有产业发展局的人吧 怎么可能什么人都没有 对嘛 所以没有人敢签名 对 难不成元大自说之后 当然不可能 好不好 而且连唯一的应该要存在的人 所以这场会议各位 所以签名的人只有元大的人 幽灵会议 就元大自己去到一间办公室 然后里面也没有主持人 然后自己开始自说之后 半个小时后 三位决定说要必分为三 开什么玩笑 而且各位 再来讲到一个更细思极恐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台北市议员许舒华提报说什么 我们刚才讲的是会议的内容 我们讲的是会议的签到 但他说不只是没有出席 而且元大跟星光访谈内容 一模一样 吓死人了 怎么会刚好这么巧合 刚好这样一模一样 而且再来时间上也都不拥 所以各位 真正最大问题在这边 来我们现在带你看看这个表格 你就更清楚说 为什么一定需要元大这个背书 一定需要元大这个案子 来 各位 我们先讲这个时间点 在11月12号109年的时候 这时候是正式决定的时间点 什么时间点 要把整个基地一分为三 而且来T17 T18免投资计划书 但宝洁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怪的事情 你看到前面总共有访含四家厂商 但四家厂商里面 只有一家要求要分开招标 只有星光 只有一家说要免投资计划书 只有星光 奇怪 都只有星光有这个意见 各位 所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初华工程遇到的时候 元力遇到的时候 统一工商遇到的时候 没关系 这堆没多大 我吃下去了 其他人都吃得下 只有星光人寿说吃不下 然后你偏偏 3比1 你也不管 你要去听星光人寿的意见 把这个东西一拆为三 而且宝洁哥更有趣的来了 你仔细看到这个系组下来 这些所有的名单里面 特别是分开招标 除了我们讲的星光人寿之外 后面这些 请问在访谈有没有意义 没有 完全没有意义啊 都已经决定了 你问我们意见干嘛 不是 我现在看了这张表 都要不要仔细看 看了这张表 我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元大 为什么一定要有星光医院 因为刚刚讲的 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大贸力 是为什么你要一拆三 一拆三如果只有星光人寿 等于说 我做完以后 本来有人说 台北市政府就 好了 我就三家 我已经问了四家 问了四家 我已经OK了 我就干了 后来可是你其实看了 不对 因为你找了四家以后 只有星光人寿认为 要分开招标 只有星光人寿说 不用投资计划书 如果你真的按照这样做 不就 不就真的图力吗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元大 不一定是元大 我要有一个人的立场 我要有一个人的意见 跟星光人寿一模一样 我这个局才完得下去 所以才会有元大的角色 大家刚才被你发现 猫腻也很坏看 哪有元大很坏看 为什么这样讲 我来文哥会讲 我们先把元大整个遮住 大家都不要看元大 然后跟你讲 金能寿是不是要投资计划书 为什么星光人寿不愿 我们仔细看 厂商建议里面 投资计划书 就是我们讲这个第二栏位 中华也不要 元力也不要 同意也不要 只有星光要 然后呢 元大这边 如果我们把它遮住的话 港商也不要 红海也不要 反正除了元大 通通都不要 大家都说 应该要有投资计划书 只有星光没有 请问一下 光这一项能看吗 而且最后 适用的是不是金能寶也要 只有星光人寿 T17T18不用 所以你仔细看 如果少了元大 这个做背书 做这个遮羞布 岂不是整个标案 忽略掉这些 比我们讲 新兽 还要来的大厂商 特别为他量身打造 你这样讲 难道元大真的被耍了吗 所以各位为什么元大 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件 很诡异的事情 就是商铺与关斗 做生意就好好做生意 不碰政治 遇到这种风暴 遇到这种脏事情 通常能闪越远越好 结果很奇怪 元大突如其来跟大家讲说 没有 干我没关的 我没有跟北市府 我没有跟柯市府 讨论过相关的这个北投案件 那时候大家是不是还一头雾水 元大没是你搅这个祸 现在看明了白了嘛 因为元大他不愿意 被人家吃了豆腐之后 还要拿来当陪跑 事后还要被消费 因为有元大这个说法 就可以验证星光没问题 但如果少了元大 星光这个案件 通通都是问题 所以没有了元大 你更可以看出来 所有的表演都是为了 星光人寿量身定做 对没有错 因为各位 我们刚才细数到的 包括从一分为三 包括到免投资计划书 到这个权利基底经下修 从头到尾 所有的意思都是在 从109年11月12号 以及扣问者隔年决议 110年3月份3号所做的决议 都是符合星光的要求 而除此之外 其他的厂商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要求 这样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你现在反问 为什么元大会这么气 当然气 因为我跟各位报告 元大最后面连领标都没有领标 不管T17不管T18 元大讨论老半天 被人家列席都没有领标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没有在说 我都给你讨论了 我都已经表达意见了 而且你都照我的意见 照我表达的去做了 为什么连领标都没有领标 对 保雅哥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如果说那份会议记录 从头到尾是造假 如果说元大是被人家挂羊头 卖狗肉 移花接木 那他当然会发声明 他当然会生气 他当然会跟柯文哲 义无反顾品次 不是 我觉得更好 他从头到尾以为说 我要是内湖那块地 怎么最后搞了半天 我变成北市科了 而且北市科我还是陪伴 而且当时内湖那块地 他也没有去开会 有 他下午4点去开了 内湖创新中心BOT的案件 而且那天讨论还是什么 还是说因为我流标了 所以我要讨论 所以会议知 元大真的有够倒霉 内湖的也没他的事 北投的也没他的事 结果最后面还要在后面 陪人家跑步 跑了老半天 还要被人家泼脏水 你说他为什么会 这时间站出来 跟柯文哲义无反顾 拼一致 好 司徒 刚讲的这件事情我都觉得 血流成河了 如果一开始你也想说 这个标案特别低 一分为三 没有投资计划数 我觉得他还可以硬凹到底 可以讲就这个样子 都是公开透明 反正你拿到一点办法就没有 可是如果真的 照元大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你根本给我挂羊头卖狗肉 你根本给我张冠礼的 我明明是四点开会 你跟我说我两点开了一个会 我明明讨论的是个内湖 你说我就跑去谈北投的 那你根本就是设了一个局 把我骗了以后 中间你连 我元大在这里面讲了什么话都有 这根本不是从我元大出来的 那不就真的伪造文书吗 如果伪造文书就代表 你伪造文书 图利厂商 你所有的罪名 都成立了 这个北四科这个案子 到现在为止来说 最大的破口出现了 就是元大的声明稿 那一般来说 当然宇轩不是讲到说 为什么元大会发这个声明呢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他的确是公司不与一般政府来斗 尤其是现在元大 我现在形容是 元大是一个3900亿市值的公司 现在跟柯市府杠上了 3900亿市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 好他为什么会发这个声明 宝姐 因为他闻到不一样味道 他发现到说 他有可能会被拖上断头台 假设这个案子有问题的时候 你说他会被柯文哲卖掉 当然假设这个案子有问题的时候 请问是谁在那边背书 元大背书 对 如果星光跟北市府两个 弄了这个案子 不是我啊 星光有背书啊 元大背书 元大背书 但是这个案子从头到尾 就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元大为什么这时候会跳出来 他显然要避祸 因为他知道说会有大麻烦的 会有大祸 对啊 不然你突然讲这个 如果大家都没事 我不用讲嘛 但问题是现在显然 在烧下去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柯文哲跟星光搞这个案子 是你元大 不是我 是你元大 你元大还在那边背书啊 元大怎么讲的啊 对啊 元大也背书的啊 对啊 所以你看 谁会变成是重死之地 是变成元大是重死之地啊 所以现在元大为什么出来讲 好 再来我讲 事实上如果找元大本身来讲的话 他现在也知道说 他要加入另外一边 来打柯文哲嘛 当然 以前如果北市府 还是柯文哲时代 他当然不会跟柯文哲斗 问题现在北市府是谁 讲万安 他的建设的公司 很多都要讲万安 另外一个他现在人寿公司 这次出来否认是人寿公司 人寿公司的主管机关是谁 金管会 金管会现在是谁执政 赖清德 所以啊 他现在要怎么做 他现在也知道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事情讲出来嘛 所以来跟你讲 现在破口出来了嘛 不是 他要澄清一点事情 非常郑重澄清 我不是站在柯文哲那一边的 对好 所以你就知道嘛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讲嘛 因为第一个避祸 再来就是他现在知道说 这个局势 他不出来讲真的不行 事情大条啊 真的非常大条 好 再来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元大 这个件事情里面来说话 我就讲嘛 照理说从一开始的 T16 T17 T18 你根本不需要找这么多人来嘛 我就讲 你只要找国内几个大的 国泰啦 南山啦 或者说富邦 他们绝对都吃得下来嘛 所以你一开始 摆明你就没有要找这些公司 因为同桌到尾 他们国泰有去一下子 但是后来好像也都没有参与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找这些人来 很快就可以处理掉 但是你没有这样处理 你用了这样一个方式 在台北你要消化这块土地 你要标的好价钱 根本不是难事情 你看在新一经济区的 都是谁标中 南山嘛 所以你其实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嘛 所以你一开始 你的动机 我觉得就很奇怪 好 那你要找了这么多来之后 你后来把它拆成三个 拆成三个 你当然要有人背书嘛 那从头到尾 背书的只有两家 一家就是叫富邦人寿嘛 一家就做 元大人寿 这个星光嘛 星光医院 对 就从头到尾就两个嘛 两个人才同意嘛 好 但问题是如果你只有 星光一家就不行啊 而且他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事 也是如果假设最后是 星光得标的话 你不能够只有星光人寿 自己表达意见 你最好还有一个 同业表达意见嘛 所以为什么把元大 找进来的目的 就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只有星光人寿 自己这样做决定 还有不是这样做建议 还有可能也会是跟你 做类似案子的元大 他也做了这样的表示 你不敢惹富邦 你不敢惹国泰 你不敢去惹这个南山 你欺负我 对好 那在 对这个元大来说 最偶的是什么 他不是说他去出席 就是说内湖数位创新中心的 这个案子吗 最后得标的也不是他 最后得标的就是伪创啊 对伪创啊 也不是他啊 所以 我都陪绑了 对 我都脸都洗下去了 就内湖也不是他啊 所以你看他我去谈这个案子 那这个内湖这个案子 最后得标的不是我 结果你被我冠上说 我有去参加这个内湖这个案子的 这个相关的建议 所以他当然觉得很奇怪嘛 虽然说元大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他的时间点也非常强 就是这个案子开始往上烧 烧到元大之后呢 他就只好现在出来 只出来讲了啊 对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来说 你看 一个我就讲 一个3900亿市值的公司 我相信啊 他敢发这个声明来说的话 他一定有很大的底气嘛 就像宇轩讲的 他义无反顾拼一次了 对 所以我才说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他已经跟柯市府杠上了 那这个双方的这个 一定要有一边输 这是注定的 所以这个 这个 接下来有更多更多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随时都要非常注意啊 我跟你说 你知道 我的第一个工作 其实跑台北市政府 我台北市政府跑了相续8年 我人生最快乐的时间 就是台北市政府 我都没有想到台北市政府 改干这种事情 黄珊珊讲 原大有哪些人来开会 婚姻记录有多少 你当时有人有名字 什么的都可以查证 绝小了 搞了半天 你可以想象 那真的可能造假吗 如果真的造假 那真的要有人 人头落地了 先直接讲结论 柯文哲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今天晚上 不要做别的事了 赶快找两大律师 黄国昌 黄珊珊 明天立刻到台北地检署 提告原大 这是他唯一一个 能够自清的方式 原大金控是上市公司 对于这种事情 不能讲谎话的 讲谎话的话 从总经理到董事长 通通都有事情 但问题是 现在真相只有一个 台北市政府 跟原大多不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黄珊珊出来 她跳出来说什么 议员指控公务员造假 这一句话就是个烟雾蛋 不是议员指控你公务员造假 原大人造 如果今天原大没有发这个声明 哪一个议员会去想到说 这场会议可能不存在 没有人会这样想 我们都相信你做的会议记录 不会造假 问题是今天原大 甚至连参加会议的人 签名都出来了 这是一个最严重的地方 被你说在会议记录上 有参加会议的人 现在出来签名说 我根本没参加 那真相只有一个 但问题是 为什么当时的会议主持人林玉宏 那时候傅秘书长 现在这么低调 因为现在原大等于是 跳出来指控她造假 他为什么现在这么低调 以北市府官方记录为主 以北市府官方记录为主的话 说谎的就是原大 所以今天黄珊珊跟民众党 不需要再开任何记者会 因为你在开任何记者会的时候 都是政治的烟雾蛋 现在唯一一个问题是 到底参加这场会议的人当中 还有谁 不是有很多是北市府的公务员吗 现在也在里面啊 他没有的是这个签到部里面 出席单位 只有原大的人 照理想出席的会议不是所有人都在里面吗 其实在他的这个会议记录上面 有很多人出席了 包括什么 包括产发局的人也出席了 包括说在这个傅秘书长办公室里面 有一些负责记录的人 那下面还有写记录的人是谁喔 那下面还有写记录的人是谁喔 这些人 请问现在人间蒸发吗 还是讨论这所谓的软体园区 对 你就把这个讲清楚嘛 第二 时间点嘎不上的问题 因为在会议记录里面 他写得非常清楚 不只是表头的软桥段 那个是在北市科的地段 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这个完全没办法赖到内湖科技园区 结论里面 所谓的三块地分开 这也是北市科的特色啊 如果说今天原大人寿 根本没有给你这些建议 那是谁把这个打字打上去的 现在柯文哲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就是他有没有余文 如果柯文哲找不到属于他的余文 如果柯文哲找不到人 要意见承担这个会议记录 可能有假的问题的话 案情向上发展 柯文哲不要谈2028了啦 连2026这个党都会没戏唱 所以赶快提告原大 否则的话柯文哲的一世一鸣 你会败在这一张会议记录 好 回来就说 这个有可能是柯文哲的保命单 就是他是真的 对 可如果这个是假的 这个就是柯文哲的呈堂证供了 没错 尤其是副秘书长 他是府级的高级长官 他是只属于柯文哲市长 下面就是秘书长跟副秘书长 而且当时柯文哲在府内成立 这所谓的台北投资办公室 这个等于是柯文哲 直接指挥的一个单位 那到底是 这个副秘书长胆大包天 发明了一个根本凭空 不存在的会议 然后上去跟柯文哲说 好 这块地要一拆三没问题 免投资计划书没问题 有两家受险公司给你背书 柯文哲是被诈骗 还是其实柯文哲 他明明就知道 不存在元大人受这场访谈 这个东西是出来要呼嚷议会的 这个只有两个可能性存在啊 那他必须势必一定要承认啊 像黄珊珊这样的说法 什么都有这场会议啊 都有这个记忆 都有人啊 都有签名啊 他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们都不敢告元大 他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们现在口口声声 都说是议员在早朝 但明明是元大发了两个声明 4月26号 一直到今天 他发了这两张声明出来的时候 为何柯文哲方 对这两张声明是闭口不谈 而且如果你把整个时序弄出来 你更觉得这东西非常诡异 刚刚讲啊 今天大家的主意 你为什么要分开招标 你为什么要一拆散 因为这个是大家建议的 那你为什么免投资计划书 因为这个有需要 可是刚刚讲啊 分开招标只有什么 只有星光人寿说要分开招标 今天你如果真的找人厂商来谈的话 你要不要投资计划书 刚刚讲中华市可以哦 原理也可以哦 统一也可以哦 说不要免投资计划书的 只有星光人寿哦 你等于是为星光人寿量身力度 我觉得更妙事 那你找前面的三个 不是要找假的吗 更妙事 接下来这个 原大 他的意见 刚好就把星光人寿copy过来了 是 而且在这案子里面 还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就是当初为什么要一拆三 其实如果大家去看 这个投标的记录的话 拆成三块之后 星光人寿三块都有投 那为什么他要建议一拆三 各位这里有一个机关啊 因为如果他是三块地一起招标 这三块地的用途必须是一致的 可是如果一拆三 他就可以三块地分别做不一样用途 所以呢 他可以比如说 一块地这个做办公室 一块做百货公司 一块还可以再转给别人 而这另外有一个问题点 因为我最近看到媒体报导啊 说星寿 因为他现在没有计划 对 他有意要把这地上权再转手 他来当二房东 这个媒体点名说 有意愿要承接的 包括国聚 可是国聚也列在这个潜在的访谈厂商里面 国聚他当时是说 你不用一拆三啊 你也不用免投资计划书啊 他都愿意提 可是最后市府决定一拆三 又免投资计划书 照理来讲 投标的资格是放宽了 可是最后 国聚却没有去真的投这个标 现在如果又按照媒体讲的报载 他有意再去接星寿手中这块 所以这整件事情 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国聚的陈泰明 是我认识 我觉得这几年来 最精明的投资人欸 对 所以为什么 这个有好几家厂商去领标 最终T17 T18 却只有星寿去投标 还有元大这个被发明的会议 到底是怎么样 黄珊珊跟柯文子 这绝对跑不掉了 所以董事长 出大事了 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声明 你说 真的有人 人头落地要坐牢了 这个已经是百分之一百的犯罪事实了 这个谈了不要谈 这个公务员伪造文书 这个惨了嘛 这个公务员伪造文书的话 这个重罪 公务员伪造文书是确定的 但你为什么伪造人书 你就是 刻意图例都成立了 那当然就是伪造文书的目的 就是要推动这个星光人寿得标嘛 就那么简单嘛 那为了要推动星光人寿得标 它排除所有的障碍嘛 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促成星光人寿得标 那这个东西整个以工程业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维标的一个弊案 那维标的弊案 目前按照利益所得的话 星光人寿得到的利差 根据第二标的 它两个标嘛 它一分三 后来变成一分二嘛 两个标的价差的话 将近到快37亿嘛 那平数大概差2000平 换言之讲 它大概让台北市政府 亏了吃亏了有30亿台币以上嘛 这么简单一个故事啊 他说 绞尽心思 花了一大堆老金 东搞西搞搞到今天案情直下 伪造文书跑出来了 破口了嘛 这个北姐没得谈的 明天就这个 马上就传 就要成案了 这一定要 一定要调人去 不是 刚刚苗议员讲得很好 说要去 柯文哲跟黄珊珊要去告元大 他哪有这个种啊 他犯罪嫌疑人 他等他传票嘛 我认为传票可能已经到了 要麻烦的是黄珊珊啊 黄珊珊最近一系列的 在帮他辩护这个事情 对 到今天答案 你他话讲得多硬啊 公务员不可能造假 今天在全台湾的老百姓面前 看到公务员造假 而且这个公务员造假 公务员跟黄珊珊有什么关系 内行人都知道嘛 他为什么到 他跟黄珊珊的私人的 他们做这个事情目的何在 这个到 这个进一步让检察官去查啦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 柯文哲的被告了 被告了 我也不要再增加太多 被告的事实啊 但这个事情 我已经非常典型的 就是一个维标案 维标的弊案 维标的弊案 就涂利的星光 31台并以上 这是个事实 那这事实的过程中呢 大家都谈得很开心 我先问你啦 这个名单里面 真的只有元大一家造假吗 这检察官会传来问问问看 你说每个都要问 你说从兔华工程员 立建设统一工商综合区 开发股费有些公司 包括香港商啦 包括鸿海啦 包括合作 全都要问了 我在这边随便讲一讲啦 鸿海会去投这种标吗 鸿海不会干这种事嘛 你跑来台湾搞这种玩意 鸿海不会干这个东西嘛 鸿海不做政府的东西 而且鸿海不愿意去跟这些 有的没有的 他要选总统 要跟你扯这个东西 鸿海从来过去没有干过这个事 这是第一个 所以问鸿海 根本是假的 鸿海谁能做事 鸿海谁能拍板 郭台平 只有郭台平本人啊 郭台平会跟你回答那些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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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啊 不可能 所以鸿海一定 我跟你保证造假 然后第二个造假 中华工程一定造假 中华工程为什么 中华工程人拍板 就一个人就是小沈嘛 小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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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有人力去标这种 100亿 200亿的东西 中华工程现在总资本额 150亿 他的这个资本资产负债 已经over了嘛 他没有能力去标这种案子 你问他干什么 中华工程根本是 disqualified的公司嘛 他就是跟黄山山好朋友 如此而已啊 跟柯文哲好朋友嘛 所以这整个是绑一个局嘛 这是绑一个局啦 他绑一个局 就是要让星光得标 而且低价得标 目前星光获利 按照现况 就是30亿台北以上 这一月的 最大的破口出现了 记不记得柯文哲 刚当上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查五大弊案 对 后来变成五大案 那五大案查了半天 都没查出东西 但是其中有几位联政委员 就从那个党案的党案 那个录音党的党案 听到了一个前朝的 财政局长的一席话 就一送法办啦 现在还在打 他起诉现在正在这个 等于说打官司嘛 那现在听起来非常讽事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显然的 这个刚刚有所会贴在 他的那个脸书上面的 这一个元大相关的声明啊 那么声明告诉我们一件事 那一天 我们有去台北市政府 我们有签名 但是签名上面的胎头是什么 我们没有注意看 因为我们就来签 开会的嘛 时间不对 事情不对 然后呢 到底 我还没听到英雄做人头 你知道吗 他们变人头啦 他们变人头啦 元大竟然变人头 我跟你讲 这个公文对不对 这个公文一定是假的 什么意思啊 那么现在流出来的这个公文就是 有关于元大曾经跟 跟在这个北市科事情里面呢 他有要表达一些意愿 这个公文一定是假的 什么意思 林副秘组长会议备忘录吗 对 一定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四点才到 两点开会 两点半散会 然后呢 已经有相关的里面的东西 奇怪怎么看起来 又跟星光非常的相似啊 你知道吗 那刚刚董事长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元大这个相关的会议记录 是假的 另外那几家 难道全部都是真的吗 如果有一家 那么可能造假 那其他的会议记录 你为什么不认为是可能造假呢 我要是检察官的话呢 其实我最近刚好要去 这个有关于 台湾政界的一些伪造文书 我刚好要刑事告发状 我不客气的说 我不利于多告一件啦 很简单 刑事告发就很简单嘛 一定是假的 我跟你讲 一定是假的 我跟你讲 为什么是假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造假 就是有人故意造假 弄这个假公文出来嘛 我不利于多一件 刑事告发案 因为他伪造文书一定成立 因为元大已经跟你讲 元大这么大的公司啊 上市公司啊 元大不需要跟 没需要跟你们去配啊 那元大听说不爽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假的公文里面的东西 里面讲的东西明明不是元大 他根本没有来开这个会 然后呢 里面讲东西跟星光很像耶 他塞到元大嘴巴 他比成人的Sakura 莫名其妙 他比Sakura 你知道吗 我还是元大 我不爽到家了 不爽到几点了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啊 我们昨天在谈啊 这个有关于金华城啦 还金华城今天出来开几次位 那个都没有这件案子 那么它的违法性非常的明确 我跟你讲过了 这一张这个所谓开会记录 一定是假的嘛 反正就一定是假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 不是台北市政府当时开会 那现在很简单 刚刚苗伯雅啊 议员不是讲到了吗 现在我们就看看 有没有有一个余文 勇一推到出来说我干的 我告诉你很简单 我要是检察官 对不对 以我跑这个等于说 司法升任几年的经验 我要检察官 第一个访谈的是谁 记录 记录嘛 记录是个小小公务人员嘛 他不需要造假嘛 请问一下记录这些东西 你当时有没有开会 这些东西是怎么记录 还是谁叫你记录的 谁要你把这个东西啊 没有开会的内容 把它给记进去 他不需要为了别人 这样子牺牲自己嘛 所以呢 你的上司是谁 那你的上司是谁 那傅秘书长到现在很奇怪 你就否认就好了嘛 据无此事 傅秘总 据无此事 叫什么 我现在台中台北市 我不方便 什么不方便 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公文 有没有这个会议 你有没有才事 我跟你讲很简单 这件事可能是柯文哲 从政以来最大的危机 因为如果万一 没有人 万一这个公文 真的是台北市政府造假的 那没有余文 哎呦 没有余文的话那怎么办 那只有一个人啊 柯文哲就变余文了 那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我请问一下 请问这些相关的case 最后面盖章 底定的人是谁 台北市长柯文哲啊 所以你现在的波笔 波笔下面呢 在台北市的这个相关的公共人员里面呢 有人愿意扛嘛 所以这件事情 再讲一遍 本人不另于提出刑事告发状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 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本来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